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就会出现一个老年人健康的状态 以前在手机上用随身码也用过 但是有时候不是挺方便的 排队进哪个场所的时候 还要当个后面的人心里很着急 现在有了离线的随身码 真的给我们老年人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便捷的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